把早點轉回國內 來關心昨天新北市巴黎一名國中女學生返校的時候 和老師說 奶奶都躲在冰箱不出來 老師察覺有意 通報社會局處理 警方及相關人員到家中瞭解 發現87歲蔣姓奶奶的遺體 已經存放在冰箱五年的時間 死者兒子公稱是因為沒有錢下葬 警方目前還在調查中 根據警方的瞭解 66歲的班姓男子和國中女兒同住 班姓男子公稱 五年前把母親從醫院帶回家照顧 顧沒有幾天母親便促世 因為沒有錢下葬 所以把遺體放在冰箱裡 檢察官經現場勘驗之後 初步排除有他殺之嫌 社會局也先介入安置國中少女